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 GAMEPHK 繼續有我 Leo 和大家玩的Pokemon Let's Go 去到遊戲的其中一個高潮位 就是挑戰四大天王 我先讓大家看看我的小貞 我選擇的小貞就是第一隻是我的心愛拍檔比卡超 由一開始到現在 另外一隻就是大腿鳥 其實我沒有哪一隻高級的小貞 所以我就拿大腿鳥,不過大腿鳥也有用 對格鬥系的小貞也有用 水戰龜,噴火龍,奇耳花,魚三家就沒得走 另外就是夢夢,用來打緊鬼 這個就是我的陣容 其實可以有其他更加強勁,更加漂亮的作用 但無奈等級方面暫時還沒做到 所以就先拿著這些 其實應該已經夠做了 好 好 好 進去之前建議大家先儲存 即是 清潔很重要,清潔後才再打會比較好 好,進去吧 第一個我們打的就是四天王的Fora 好,之前都已經遇見過他 你傻了 拿這麼大的背部龍在這裏 懶型嗎? 當自己很美女嗎? 歡迎來到小精靈聯盟 哈哈,你也來,我等了很久 讓我重新介紹,我就是四天王的Fora 只要我用冰屬性的小精靈,我可以這樣說沒有人是我的對手 冰著對手是不是很厲害呢? 如果你被冰著,你的小精靈是沒辦法動的 早覺不明,我看到一些行器都覺得有點冷 沒關係他穿長袖,他自己都冷 我是短袖而已 連牆鳥也結冰 五隻小精靈,第一隻是白海獅 我已經選擇好了,我會用比卡超來應戰 用打雷絕招 白海獅是冰蟹和水蟹,所以用比卡超就足夠 基本上用四天王的Fora 你用比卡超,總之用電屬性的小精靈都足夠 其實我自己之前,舊版,無論是金、銀、黃版都是習慣 一隻小精靈都可以打一個人 可能我用比卡超,就全部都可以打Fora 就會這樣用 有時候也會轉一兩隻,但主力是 可能打Fora,主力是比卡超 可能噴風有時候會出來應景、幫忙,嚇穿一下 點了 完成 是紅唇蛙比較難,其他都已經怕電 鐵甲杯 怕電怕到什麼? 十萬福德 拜拜 四天王出的小精靈,次序是緊迫的,不會變的 所以很清楚他下隻是派什麼 然後就是背背龍 他背背龍叫什麼?我先看清楚 拉普拉普,不是拉普拉絲 真是,真是怎麼回應 打雷 用這麼強勁的招式打你,就是懲罰你的名字 覺得這麼難聽 背背龍就挺好聽 完成 最後一隻 大外修 看看,都是十萬福德 完美搞定了 一滴血都沒有扣過 有沒有扣過血? 我不是很記得比卡超有沒有扣過 好像沒有扣過血 紅唇蛙那隻是惡魔之民 不是攻擊招式 是降低我能力值 那隻是 搞定了四天王的科娜 這一下驚訝,反而有突出 一萬零四百日圓 好多錢啊 原來你已經變得這麼厲害 好吧 你可以去下一間房間 不過小精聯盟真正的厲害之處 好戲在後頭 不要以為這麼簡單就可以結束 那一定要打贏一間房間才會開另一間房間 如果你打到第二 即是當我現在打這個人 輸了 然後又有人打過 好,接著就是 你看到他全身肌肉 這麼大隻 你就知道他去派小精聯盟都很健碩 他主要是以 岩石和格鬥為主 所以這裡就換小精聯盟了 換水箭龜出來 這個人 動畫裡面有出現過 而且還修復了一條 超巨型的大岩蛇 那隻大岩蛇真的很巨型 氣霸 四天王的氣霸 無論你是人靈的小精靈 只要經過戰鬥磨練 就可以令實力突破極限 我的人生和格鬥小精靈 他們一直想不斷地和練 你叫了這個,好見殺下我們的強大實力 噢 小江有一隻大岩蛇 那次就 野生大岩蛇出來 跟小江派出來 兩隻小江那隻 小江那隻像嬰兒一樣 那隻野生大岩蛇 真是大條到什麼 結果四天王的氣霸 就修復了這隻 真是老年這麼大的大岩蛇 是完美地修復了 Mega進化 跟著 噢 噢 噢 如果你們有看過 或是未看過 有興趣的話 就去看那一集 我忘記哪集 不要問我 自己解釋 那條岩蛇真的很大條 大條到什麼 大家有印象小江的岩蛇 經常拿出來 放在面前小江那條岩蛇 是嬰兒 可想知道岩蛇有多大條 接著派 比華拉 換大條 這個可以為格鬥和岩蛇混亂 很久沒有用大條 那就用 空氣斬 大條岩蛇 四天王真的要 黑黑屬性 不可以逆屬性 因為你不能回血 不能回血 不能回血 除非自己帶藥進來 好 打完戰鬥機器比華拉 現在就打踢腳之王沙古拉 再來空氣斬 噢 打不中 嚴崩 痛啊 扣了四分一血 我多怕他又出不了 接著派什麼小精 怪力 五換 繼續大飛鳥 其實我可以用噴火龍 噴火龍好像有一招飛行的招式 這次用刺膀攻擊 等一半 刺膀攻擊弱一點 猛力 嘩 嘩 但他自身的攻擊降低 防禦也降低 那樣的攻擊降低 就是等一斜 多一張 千二 剛剛看到的是 然後是 鋒力 嘩 快點 按掃劑 哎呀,換吧 換給家超 手快快按錯鍵,居然按錯鍵,有他吧 用猛力嗎?糟糕了 扣多不多?OK,也不是很多 十五福德 原先的幾滴血不用扣,按錯鍵 不過算了 把十二力了,搞定了,四天王的希巴 不知道為什麼這四天王沒錢 因為窮得要小光給他吃 既然輸了,我的登場到此為止 你繼續你的道路 可以 之後就到這位阿婆,這位阿婆很恐怖 到這位阿婆就要拿噴火龍出來 四天王之一的谷子 聽大莫的老頭說,他很疼你 別看這個老頭,他當年是一個實力很強的男人 難道你和大莫博士 有什麼不可個人的秘密,你就知道他實力很強? 可惜現在已經不服當年的勇 看來你和他現在還有聯繫 做什麼小精靈的圖鑑,對我來說只是一個笑話 小精靈是為了生存而戰鬥 就讓我來告訴你,什麼才是真正的戰鬥 這位阿婆也... 老頓益狀 他就用了毒屬性和幽靈屬性的小精靈 即是緊鬼是有的 所以這個派噴火龍是不錯的 先用Mega 谷子好像很少的動畫出現 印象中不太多角色出現 不,還是用噴火龍打 其實可以拿超夢夢,可以拿夢夢夢的 可以拿夢夢夢的,不過免得 拿噴火龍來打算 我可以填也是的 如果有金銀版我就拿炎帝來打這一關 只拿炎帝來打這一關 如果舊版就拿噴火龍來打這一關 復器箱子 全部用火箭兵團才用的小精靈 不過當然,他這幾隻比較高級 又不可以拿 拿來和火箭兵團那兩隻相比 那兩隻都有很豐富的戰鬥經驗 不過是打輸的戰鬥經驗 接著拍什麼 都是緊鬼 不就換一下,換一下超夢夢 經常都要超夢夢 換一下夢夢 出來了 去吧,夢夢 兩隻緊鬼 來吧,用一些超能力的招式 其實是兩隻緊鬼,一隻53和一隻54級 大口福 換回噴火龍 最後一隻小精靈 真的全部都是毒 撕掉了 完成 終於贏了四天圓的谷子 1080日圓 不是瘋 1088日圓 你贏了,你的實力的確很強 難怪會被大木這個白衣公看上 我沒有其他可以說 你去下一間房間吧 好,來到最後的氣獄 四天王 阿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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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杜先生 喔,可以了 剛剛太遠了 原來你就是Leo 我就是四天王的主將 你可以叫我龍師姐 阿杜 你都知道,龍是傳說中的神聖生物 雖然很難配足 但只要培養得好 實力就會天下無敵 他們的身體好結實 灑小聰明的攻擊 是贏不到他們的 啟薄羅雅 第一代的小聖當中 被譽為是準神獸 你現在打算怎樣 是不是夾著小聖回家 一切都太相似了 說明龍師姐需要用到小聖 其實基本上都是龍屬性的 十萬福德 他主力有兩隻 第一隻一定是啟暴龍 另外就是化石飛龍 這些都是很強勁的小聖靈 下一隻是什麼? 化石飛龍 今天要換小聖靈 本來想用水箭龜 但是想想想都用奇異花 不是嗎? 沒什麼機會出來的 整場的 四天我可以躺著 走過來打醬油 總之我拿三隻或四隻進來就算了 下次可以 不過也不能吸吸經驗 用一下陽光烈焰 鹽檳 來吧!陽光烈焰 再用鹽檳 沒有了三分之一 已經沒有了三分之一 已經沒有了三分之一 可以出到 幾隻出不到了 怎樣 然後派鯉魚龍 鯉魚龍也不用轉 用奇異花 可以轉美卡超 不過可以不轉 鯉魚龍就用鋌鞭絕招 一旦鞭絕招 哎呀 竟然扣得這麼少 哇 鐵尾絕招 好 接著快刀 換少精靈? 換啟暴龍? 快刀打不痛 啟暴龍沒有了 用猛狀 應該也會打痛一點 嘩 逆輪 哇,三滴血 那沒有了 奇異花 唯有犧牲你 用猜招猛狀 來解決他 對不起,奇異花 你的犧牲不會白揮 因為你的犧牲 搞定了啟暴龍 接下來我要派什麼小精靈呢 他旺溫陣陣應該會派 噴火龍的印象中 派水箭龜穩陣一點 對 噴火龍 就算萬一他再派你猿龍出來 我也是水打水 也不會有什麼事 水炮 水打水味跟他 玩物理 拿鐵頭風打他 好 好 好 最後派回這個 李魚龍 那沒有了 奇異花死了 唯有拿回皮卡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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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了一大半,心恆福德 電關他 阿道理這條鯉魚龍 不是應該是紅色嗎? 為什麼是正常藍色? 難道你還沒有去那裡? 那屋是金銀版才出現 現在沒有正常的 算吧 雖然很不甘心,但你的指揮小精 戰鬥的確有你的一套 一萬一千円 我的龍之軍團居然輸給你 簡直難以相信 從這一刻開始,你就是小精靈的聯盟冠軍 我終於成為了這個小精靈掌門人 雖然我很想這樣跟你說 喂等等,你是什麼意思? 但你必須和一個人再決鬥 這個精靈訓練員就是 大木博士? 我就是要和大木博士打一場 恭喜你贏了阿道 為什麼驚訝成這樣? 哈哈哈哈,你這個時機來得太好了 你接下來要對戰的對手就是大木博士 大木博士 小精靈訓練員 哈哈哈哈哈哈 好頂癮啊 這裡 是廢柴 其實他比你更早一步 贏了我們四天王 所以他現在才是小精靈聯盟的真正冠軍 沒錯 至今為止可以把四天王打敗的人 冠軍他們的紀錄都會抹下來 而且從今次開始 小精靈聯盟 將會正式設立這個冠軍的頭銜 博士就是為了見證這個冠軍 而誕生才來這裡 對於解決了火箭兵團事件 尼歐和廢柴來說 這個頭銜真是最適合不過 好,去吧 登上最後的決戰舞台 啟暴龍凳我們開心 最後要打廢柴了 也要換一換小精靈 根據過往經驗 他每一次都會先派大比了線 所以找噴火龍打頭陣就可以了 只要頭那隻 他派什麼會說 到時再對應就可以了 比卡超都用力點頭 我決定不回血 不補血不成 雖然我現在的小精靈 也有一隻很傷 有一隻很傷 一隻很傷 被卡超都扣了一些血 但是我 我自己打四大天王 打這條冠軍之後 就不習慣吃血 嘩,很臭串 我扔一下精靈球 我扔一下精靈球 太好了 來到這裡的人在Lio 真的太好了 我扔一下四大天王 成為了小精靈聯盟的冠軍 你聽了達姆博士說 成為冠軍的人 而從現在開始可以在小精靈聯盟 和更多不同的分家對戰 成為冠軍之後的第一個對手是你 實在太好了 正正因為你 所以我想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去挑戰訓練員 來吧Lio 賭上冠軍的補助 我們一決勝負 最終之戰 我們的挑戰 廢柴 那 真的有名字 冠軍廢柴 名字都說了 廢柴之中的冠軍 我們打完一隻大腿鳥 沒有猜錯 不過猜對了 敵火龍的敵火龍是對的 最後一隻武器 我們用敵火龍的打到最大一隻小精靈 Mega 捐彈給Mega進化 我的大碟都78了 然後派雷伊貝 我沒有岩石系屬性的小精靈 然後企花有什麼 算了,拿回粉紅吧 大自燒,照樣大自燒 硬打吧 如果在屬性上來說,招式就不太適合,不過不要緊 因為我沒有岩石系屬性的小精靈 然後派大外修 就要換回比卡超出來 出來看見那個大外修 用打雷主招 打不中,精神念力 沒了半血了 打雷,出到了,又打不中 幸好,避開了 做人最重要的堅持,繼續打雷 第三次才能出到 有網友留下了,明明打雷的機率是70% 但不知為何只有3-40% 因為我出3次才能出到 平均我只有10次機會 他把我弄到30-40% 霸王花 今天用噴火龍打 用這招,雖然會傷害自己 但這招是最帥氣的 這招是最帥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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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王花 我都很痛的 扣了3分1的血油 多一點 有沒有那麼多的4分1 烈焰馬,當然要拿水箭龜 最後兩隻 最後兩隻 這裡就要拿水炮 只剩下最後一隻 到底他拿什麼呢 對,他有格拉格拉 這招不用換了 還是拿水炮 Mega也不用了 完成 我們贏了 我們贏了廢柴中的冠軍 我承認了 Leo是世界上最強勁的精靈訓練員 哇,13680日圓 屬於我的時代 居然這麼短暫 又是 他也是做我一步 其實他做冠軍的時間不是很久 可能 一兩個字 由今天開始 你就是真正的冠軍 而且我也有新的目標要挑戰 大木博士 你終於做到了 我衷心地恭喜你 清白了小精靈聯盟 由當時 比卡超 開始去收集 套鑑的你 比起現在 真的成長了很多 你大過了 廢柴 你到最後一刻 都沒有放棄 好 你戰鬥的方式 還有你對小精靈 和Leo 投入了很多關愛 又或者是這些破綻 而令你沒辦法得到冠軍 什麼意思 就是我冷血了 現在 總之你們兩個的戰鬥實在太精彩了 我想你應該明白 能夠稱霸這個小精靈聯盟 靠的不僅是你一個人的實力 你和小精靈之間 絕料的默契 真的不得不令人佩服 跟我過來吧 你會說他的真相給我聽嗎 因為我現在有個疑問 就是這間屋只有一個床 而床就是只有我睡的 我很懷疑我媽媽睡在哪裡 那你就無緣無故出去修行 叫我去什麼 我媽媽經常跟你在一起 我真的很懷疑 歷代小精靈聯盟當中 每一隻在小精靈訓練員身邊的 大現身手的小精靈 作為永恆的印章 這個就稱之為登入名人堂 是至高無順的榮耀 經歷了激烈的戰爭之後 成為了冠軍 現在我們把尼歐和小精靈的名字記錄在這裡 噴火龍 大比鳥、比卡超、水箭桂、奇異花、夢夢 嘩,跑啊 恭喜登入名人堂 比卡超,82級 噴火龍 82級 大比鳥、78級 水箭桂、81級 奇異花、80級 夢夢、81 這個畫面不錯 這樣轉來轉去北斗七星 我想問我現在要跑去哪裡 我感覺有點像在這個網絡世界跑 不斷回顧我的小精靈 旁邊 有沒有按鈕? 咦,有按鈕 原來我要按鈕 對不起各位 原來我不按鈕就一直跑 哇,打爆機了 有些經典場面 剛剛那一幕就發現了比卡超的一幕 我們回到順霸鎮 我們回到順霸鎮 他幹嘛呢 比卡超 在這裡摘花 我們成為冠軍回家了 結束了 我們打爆機了 打爆機之後你就會自己回家 順霸鎮 其實我們是可以再挑戰 因為四天王是無限打的 咦,打得搞了 我上來吧 怎麼這麼處於開頭的 早晨啊 關都的冠軍 雖然是這樣說 但是下一次我一定會把冠軍補鎮 搶過來 你有沒有聽說 好像有一隻很強勁的小精靈出現了 是什麼小精靈啊 我想抓他 應該是關超夢夢 我想抓他 哈哈哈,你太心急了 這隻小精靈就是在上次華南市附近出現的 他好像跑進去那個洞窟裡 我也去找找這隻小精靈 我看看誰最快找到他 他說的這隻小精靈就是超夢夢 打贏了四天王之後 原先在洞窟門口的人走開了 現在就可以去捉 好,那今集就玩到這裡 喜歡給我一個讚 還有分享給朋友 幾經辛苦 終於打贏了四天王成為冠軍 下一集就跟大家去捉 超夢夢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